楊岳橋議員 連任台灣總統 是因為你幫蔡英文起死回生 主席,蔡英文連任之後 說台灣的年輕人 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香港的林鄭月娥呢? 你縱容警隊 抓、鎖、打我們的年輕人 將那幫為民主、為公義抗爭的年輕人 說成 這是你的說法 因為你的一錯再錯,林鄭月娥 你不單止將中央統一台灣的大計 變成炮影 你不單止令到曾經跟你握過手的王志民 現在要離開香港,要去研究黨史 你更加令到一國兩制在台灣 在全世界變成一個笑話 你現在還要動用香港人的一百億 為自己在這裡面上貼金 在這裡補獲,在這裡買贖罪券 一方面就說要跟香港人重建信任 一方面容許警隊買電槍 電槍死得人的 主席 一方面林鄭月娥說要重建法治 一方面就對警暴視而不見 我的問題很簡單 林鄭月娥,你知不知道她醜字怎麼寫 林鄭月娥,你知不知道楊議員 其實想問什麼問題 不過我想告訴她 我是不接受 有人形容 香港在處理這一場 持續了七個月的社會動盪 出現了警暴 我們看到的是我們的警隊 日以繼夜在這裡維持香港的治安 很簡單來說 警隊是一個執法的機關 如果沒有人犯法 警察為什麼會去執法呢 而我們看到的 在這場持續這麼久的社會動盪裡面 有接近六百個警務 毛孟靜議員 請你馬上離開會議廳 毛孟靜議員 你多次用非議會的語言 許智峰議員 要求成聲特首說沒有警暴的問題 射盲眼那些算什麼呀 跌下樓那些算什麼呀 斷骨那些算什麼呀 毛警報的問題 這個不是規程問題 你多次濫用規程問題 你如果再濫用規程問題 我就會視你為行為的不檢點 請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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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事規則三十九是不適用在答問大會 行政長官 我再說一次 香港警隊是一個執法的機構 多年來是為香港贏得了 我們是世界其中最安全的城市 願意不斷升級的暴力來破壞香港的人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我們必須要支持警方是驗證執法 才能夠可以保持香港的繼續的穩定和安全 多謝主席 楊岳橋議員 主席 警隊就是跟你林鄭月娥一樣 史上最低分 你還好意思說你一手摧毀的175年 傳統的警隊 其實就是因為你才會令到警隊現在名譽掃地 也都是因為你令到台灣 將香港一國兩制變成笑話 而是因為你幫蔡英文神助攻 我剛才其實問題很簡單 你不知道嗎 我教你 這個醜字這樣寫的 林鄭 送給你的 這個就是你的反召 麻煩你自己貼在家裡 過年的時候看著 因為你是不知醜的 楊岳岳橋議員請你馬上離開會議廳 河啟明議員 有什麼規程問題 請請他問 為什麼楊岳橋議員做了什麼事 你要說 él 他剛剛發起来 楊岳橋議員她的舉止是不尊重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